日本漫畫作品《晉級的巨人》 可以說是人氣強強棍 動畫版推出之後 更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巨人蜂巢 就在最近終於正式推出獨立遊戲了 那這款《晉級的巨人》 人類最後之意玩起來到底怎麼樣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本作主要分為兩大模式 首先在故事模式中 大家可以扮演主角群的愛蓮和米卡莎等人 與調查兵團一同對抗凶暴的巨人 沿著動畫版中的故事劇情 來體驗他們悲壯且殘酷的命運 由於巨人唯一的弱點是在後頸部 所以我們要利用立體機動裝置 在城鎮之間高速穿梭 以機動性來擾亂巨人的攻勢 再抓準時機給他致命的一擊 而且這些帥氣的動作 都只需要簡單的按鈕 操縱就能夠使出來喔 玩起來非常的爽快紓壓 至於在另一個深巨頭入感的世界模式當中 大家要創造一個自己的分身 帶領小隊達成各種任務來累積實力 強化基地的各種設施與開發更好的裝備 就像是在玩模擬遊戲一樣呢 除了這些內容之外 目前超人氣角色李維的故事章節 正在限時免費下載中 粉絲們如果錯失這個良機 冰長可是會很生氣的喔